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面对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地方财政困难 事业率居高不下 很多人都期待中国在今年的两会上 能够提出新的措施来拯救经济 中国总理李强宣布要发超长期国债 习近平则多次强调新制生产力 这些举措和宣示能否带来实际效果呢 德国之声日前采访了任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经济学家许成刚 许成刚认为光靠科技救不了中国经济 首先对于中国经济今年5%的增长目标 许成刚直言不讳的说 中国去年的数字就是假的 前年的数字也是假的 而当人们讨论增长的时候 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就是它的起点 由于中国连续的数字都是虚假的 所以它的起点就是不对的 许成刚表示 中国2023年几乎没有什么恢复 2023年的状态 其实和2022年是差不多的 2023年可能是1%或者不到1%的增长 在这个基础上 许成刚估计 今年最大的可能是跟2023年相似 或者比2023年稍微好一些 而对于这次李强在两会上提出 今年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似乎十分的高调 许成刚表示 1万亿元表面上看规模很大 实际上这个数字很小 和中国要面对的问题相比 这个数字根本不大 中国的地方政府 光是利息就是万亿等级的 所以这个1万亿元 也许只够用来还利息 而要真正的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许成刚指出 没有一个短期能够解决的方案 目前的办法都只是短暂的缓解症状而已 那么如果要解决病根 又需要大幅度的改变中国的一些基本制度 比如说司法独立 但是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 许成刚认为 中国现在的经济颓势 主要是因为习近平严重摧残了企业家的信心 私营企业家不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 可以受到完全的保护 中国首先需要保护私有产权 保护合同的执行 才能够让人们有一定的信心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大规模私有化 政府缺钱可以通过卖资产获得他们的收入 卖掉的资产又可以进入私营经济部门 逐步可以恢复信心 但是许成刚认为 中国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他认为习近平把中国经济已经带入了死角 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在不断扩大共产党的统治 同时不断压制资本主义的成分 导致今天的困局 现在外媒总是在讲说 中国人没有信心来消费 所以消费提不起来 而许成刚指出 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安全网问题 中国没有建立好的安全网 这其中包括医疗保险很差 没有好的失业保险 养老金也普遍规格很低 所以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 人们不敢把储蓄拿出来消费 而在收入没有大幅上升的情况下 想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这也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通病 过去所有东欧中欧的共产党国家 都是严重内需不足 但是他们当时的军事力量都很强 原因就是 共产党往往把资源都拿在自己的手里 把资源用来发展军事 发展重工业 发展基础设施 根据周二中国人大年度会议开幕时 发布的今年预算报告草案 中国今年的军费总额将会达到 约1.67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军费开支增加7.2% 与去年的扩张速度持平 表明习近平仍然坚持耗巨资 在军队现代化进程上 升级了先进武器和网络能力 而其中大部分的重点是挑战美国的实力 习近平从去年开始提出了 所谓的新制生产力来推动中国经济 在今年两会上也成为热点词语之一 曲承刚对此指出 首先要看前沿客技能制造出来的经济 占中国GDP的比例有多大 这就决定了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 其次在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 中国还能够有多少能力来追赶呢 首先中国高科技领域在中国占GDP的占比很小 很难解决中国经济面对的困境 连美国单纯靠高技术也是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 相比之下台湾非常小 但是它的半导体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半导体又是非常赚钱的 而即便是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的经济问题也不能光靠半导体 因此更不用说中国大陆了 其次在美国的制裁下中国的高科技能有多大突破呢 中国正处于追赶阶段 而追赶靠的是人才储备 以及设备和原材料的储备 从短期来看 中国的人才和设备储备还有一定的韧性 但是当制裁继续进行下去 规模再扩大 执行更严格之后 许晨刚认为 经过5到10年制裁的效果才会出现 因为他认为 现在中国的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 未来设备也会严重过期 到那个时候差距才会拉开 而对于现在外界越来越难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们还可以从什么途径来了解中国呢 许晨刚建议 一方面可以参考国际贸易的数字 因为这些数字通常是相对准确的 另一个就是看中国的房地产 因为这是最大的领域 这个最大的领域发生了什么 与中国的整体情况息息相关 最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普通中国人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呢 许晨刚建议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企业 要有储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不确定性 面对整个经济严重下滑 这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中国现在正经历通货紧缩 政府为了努力摆脱这个状态 会提供大规模的货币供给 来推动投资 推动财政政策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胀 因此许晨刚建议 人们手中持有食物资产和货币资产 都需要平衡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 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尝试一些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炒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 或者食材 现在 让我根据你的回答 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 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食的 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青葱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有油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